故事 七十岁老人在儿子家七年 看透了现实的养老真相 回老家独自居住了 都说 养儿防老 随着年岁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老人发现 当初自己拼尽全力支持的子女有出息后 不是远离自己 就是忙着 忙着身不由己 晚年指望子女能给自己养老 真心成为奢望 七十岁的秦阿姨 本以为儿子儿媳的承诺能够实现 能够享受到养儿防老的晚年 然而 在给儿子家带娃的七年里 看透了现实养老的真相 也明白了自己的晚年归宿到底在哪里 为了不再被儿子儿媳亲情绑架 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口口声声说要为她养老的儿子家 如今回来三年了 感觉比在儿子家要舒心得多 虽然寂寞是在所难养的 就要学着给自己找些事情做 多跟身边的老姐妹在一起闲聊 彼此族群打卡 这样彼此相互照应着 比跟着儿子儿媳养老要舒心得多 秦阿姨说 在儿子家带娃七年 说是给我养老 却一直在啃老 甚至还游说我卖了老房子 把手里的养老钱交给他们 虽然我手里是有些积蓄 但也经不住他们这样的啃老 还是走为上策 回自己家里独居 虽然秦阿姨家这样的儿子是个别 但养老是我们退休后 每个人终将面临的问题 关乎到我们晚年的体面和尊严 秦阿姨说 通过在儿子家七年的时光 看透了养老真相 希望能够给别人提个醒 青素人 七十岁的秦阿姨退休后 帮扶儿子家带娃七年 看清了在金钱面前 亲情也会冷漠 作家三毛曾说过 世上的喜剧 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 世上的悲剧大半 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我五十五岁退休 第二年去了南方儿子家帮忙带娃 我在儿子家一待就是七年 期间 老伴在家突发脑梗走了 发的丧葬费和单位里的补贴 儿子和儿媳惦记上了 他们一边跟我这里打着亲情的温暖 一边跟我诉苦每天上班 骑电动车的辛苦 最后还是儿子含着泪跟我说 妈 就剩你一个人了 我媳妇说了 以后这里就是你养老的地方 我看着儿子这个模样 以为是儿子因父亲过世难过 没想到是我自己多情了 老伴这才走半年多 他们就打起来我存款的主意 儿子先是哭诉一番生活不易 再铺垫上班的辛苦 最后询问我能不能拿出钱 帮他们买辆车 儿子说 这样大家以后出入都方便 我想了几天 也是现实 老伴走了 我能依靠的只有儿子 如今他们需要 那就帮他们买辆车吧 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 最初的时候 每月儿媳会主动给三千块钱 作为家里的生活费 我既要带娃 还要负责家里的采买 后来不知道是儿媳忘记了 还是认为我以后要依靠他们的缘故 儿媳不是晚给 就是少给 到后来 儿子直接跟我说 他们想换个大房子 再生要个二胎 让我以后用退休金 给家里买菜满日用品 不记得谁曾说过 这世上 所有不愿委屈孩子的父母 都在委屈自己 为了儿子好 也为了儿子家能够清静些 我只能委屈自己 把我每月四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拿出来家用 有时外孙子需要交费用的时候 我只能动用我的积蓄 就这样又过了三年 孙子要读小学了 儿子也看好了一套大典的房子 他们想全款制换一下 把自住的这套卖了 再加些钱买大房子 这次是儿子儿媳一起给我做功课 他们说让我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再把我的养老钱也拿出来资助他们 他们保证给我养老 不让我的晚年过得不好 这次我是彻底生气了 这是把我啃得一无所有啊 我没有同意他们的想法 直接给儿子赚了二十万 被住够买新房资金 并告诉他们 我是不会卖老家的房子的 谁知 儿子说 妈 您就我一个孩子 早晚不都是我的吗 只是让您提前给我而已 太寒心了 我算是看清了亲情之间的交易 在现实面前 在金钱的诱惑下 亲情也会变质 儿子所谓的给我养老 不过是让我提前预支费用而已 这样的养老真的失去了原本的真心真情 不要也罢 收拾行李 回老家独自居住 再也不想被儿子啃老了 自己才是晚年的靠山 手里的存款不仅是底气 更是尊严年轻的时候 总认为 只要儿子好 我怎么样都可以 可真到了晚年的时候 儿子不仅不感激我的养育之恩 还时不时地打着亲情的牌子 运用养老来绑架我付出的时候 我才知道王尔德那句话的深意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发现确实如此 深以为然 虽说金钱不是万能的 可到了晚年 老人手里没钱却是往往不能的 人世间里冯化成曾这样解释孝顺的方式 孝分两种 养口体 养心志 伺候在父母身边 照顾衣食住行 使养口体 远走高飞 有所成就 让父母以此为荣 是养心志 生活里 那些远离父母的子女 能够挤养心志 就算是孝顺了 身边的子女 最起码在需要的时候 还能够给老人 递一杯水 我想我 即使老到那也去不了的时候 我儿子打飞的 也递不过来一杯水 我的晚年 注定要去养老院走完 人到晚年 剩下自己的时候 能够依靠的依然是自己 依靠子女 那都是需要付出 甚至可以说是交换 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 不如守住自己手里的存款和退休金 等到真正需要人的时候 有钱请人照顾自己 那就是自己的底气和尊严 不必在为钱去看子女的脸色 更不必为了卑微地活着 去听那些难听的话 人到晚年 才能够体会到 我们能够依靠的 或许不是老伴 不是子女 而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兜里的存款 想要活得有底气 就要有银子 晚年的健康 才是最大的财富 没事多锻炼 闲来多读书 曾看过加拿大短片剧 《人生最后十年》 讲述不同人到晚年最后十年的生活状态 有的人清晨从睡梦中醒来 穿上舒适轻便的运动鞋 轻快地去跑步六弯 有的人醒来后 只能笨拙缓慢地穿上拖鞋 透过窗户看外面 度过在医院的一天 有的人每天骑着自己的自行车 一边看风景 一边去市场买菜 回家做饭 有的人却只能坐在轮椅上 在医院的走廊里被护士推着 去做一系列的检查 身体好或不好 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人到晚年 最大的财富不是高额退休金 不是居住的大房子 也不是银行的存款位数 而是我们健康的身体 拥有健康 也就有了周国平说的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颗宁静的灵魂 你就是快乐 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健康的身体 带给我们晚年的 不仅仅是幸福的生活 还有内心的安宁 以及心静的平静 快乐来自身心皆安 人生拼到最后 不过是拼谁健康的时间更久 失去健康 也就失去了一切 人到晚年 能够健康地活着 享受着平凡普通的日子 需坚持合理的锻炼和饮食 没事多走出去运动一下 闲着的时候 多读些书 让云淡风轻的日子 多些岁月静好 人老了 保持好心情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以及自己的情绪 培养些兴趣爱好 结交些身边的老友 种种花 喝喝茶 守住自己的老窝 守好自己的存款 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无论晚年的风霜雪雨 多么的严厉 我们都要保持好心态 为与筹谋 让自己有个体面的晚年 健康地活着 慢慢地老去 为了帮儿女们带孩子 我和老伴已经分居十年 不知何时才能团聚 李阿姨说他之所以会和老伴长期分居 都是为了帮儿女们带孩子 哪怕老两口由于互相思念着对方 每天都以泪洗面 却不得不继续过着分居生活 最让他们感到绝望的是 他们不知道这样两地分居的日子 何时才能结束 李阿姨 我今年六十五岁 老伴今年六十八岁 我们的一双儿女是双胞胎 儿女今年都是四十岁的年纪 我和老伴的感情 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很好 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谁知道老了 我们却不得不分隔两地 过着分居的生活 如今我和老伴已经分居 长达十年时间 我们之所以要过这样的分居生活 都是拜儿女所赐 当初我刚生下双胞胎儿女的时候 大家都很羡慕我 他们说我太会生 一胎就生了个儿女双全 大家都夸我是个有福之人 说我晚年一定能够想到儿女的福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等到儿女们长大之后 却是如此的自私 他们为了自己的幸福 致我和老伴的幸福于不顾 我们的晚年幸福 不仅没能得到儿女的庇护 反而被儿女所拖累 我和老伴一辈子恩爱 到老了却为了儿女们 不得不选择分开生活 这让我们劳两口很是无奈 虽然我们也想改变现状 希望能够像别的退休老人那样 劳两口每天一起溜弯 一起买菜 将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然而 即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 对于我们来说 却是比登天还要难 在我55岁那年 我的外孙姑姑坠地 那时候我刚退休不久 老伴还没有退休 我们原本打算过两年之后 老伴也就到了退休年龄 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作伴 好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过那种神仙眷侣般的日子 然而 事实确实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自从我们的外孙出生之后 我就在女儿的催促下 不得不忍痛辞别老伴 搬到女儿的家里带外孙 我搬到了女儿家里 老伴就只能一个人独自在家 他白天要上班 下班之后还得自己买菜做饭 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而我在女儿家里 日子也并不好过 我白天要带外孙 要做饭洗衣服 晚上还要陪着外孙睡觉 每天夜里都要喂挤便奶 偶尔还要换纸尿裤 这样折腾下来 我晚上根本睡不了什么觉 即使我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的 却仍然得不到女儿和女婿的疼惜 哪怕我为小两口做得再多 他们也是认为理所应当 女儿还理直气壮地告诉我 别人家的孩子 也都是外婆代 既然如此 我帮她带孩子 并没啥了不起 虽然我不认同女儿的谬论 认为我没有义务帮她带孩子 但女儿要工作 没有时间带孩子也是实情 女儿的婆婆早就已经去世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如果我不帮她带孩子 她只怕是会一辈子恨我 虽然我每天都很辛苦 但既然是为自己的女儿付出 我也没啥可说 尽管我和老伴的日子 都不好过 但我俩仍然互相打气 盼望着两年之后 老伴到了退休年龄 外孙也上了幼儿园 我俩就能够团聚 然而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 两年之后 老伴虽然到了退休年龄 可以回家移养天年 孙子却也赶着这个节点出生 孙子半岁的时候 儿媳妇说她产假 已经休完 必须回员单位上班 她说我已经帮带了两年外孙 就必须要一碗水端平 我只有接着帮带孙子 才算是公平合理 既然儿媳妇对我提出了要求 我只好和女儿商量 让她将孩子送去幼儿园 我好疼出手来帮带孙子 谁知女儿死活不干 她说孩子还那么小 她不忍心送到幼儿园 女儿不同意 我去儿子家里带孙子 我只好和儿媳妇商量 用我的退休金 给孙子雇保姆照顾 儿媳虽然表示同意 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说如果让保姆一个人 待在家里带孩子 她会担心保姆虐待孩子 只有孩子的爷爷 去监督保姆的工作 她才能放下心来 在儿媳妇的软硬兼施之下 老伴只好天天 都去儿子的家里报到 她不仅要做好监督保姆的工作 还要承担起所有的家务 因为保姆她只负责带孩子 家里的事情是一点都不愿意做 既然保姆不做家务 老伴就不能不做 老伴承担了买菜做饭 和收拾屋子等所有家务 他在儿子家里忙碌一天之后 回到自己家里时 累得连腰都支不起来 但是毕竟照顾的是自己的儿孙 所以老伴即使是身体在累 也依然坚强地坚持着 只是让老伴感到寒心的是 儿子一点都不心疼他 他虽然看到自己的老父亲累得直不起腰 却丝毫没有心疼地表示 尽管如此 我们老两口仍然互相鼓励着 期待着我们团聚的那一天 大概是尝到了我们老两口 帮他们带孩子的甜头 儿女们都接连生了二胎 我和老伴带了大的 又要带小的 感觉这带孩子的日子没个尽头 我们一天一天地苦熬着时光 每天都过得度日如年 虽然白天很辛苦 但是到了晚上 当我和老伴做完所有家务 终于可以和对方视频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光 我和老伴讨论的最多的话题 就是等到我们团聚的那一天 一定要好好地庆祝一番 我们要好好地大吃一顿 方能体现我俩的喜悦之情 我和老伴每天都期盼着 这一天的到来 希望等到那一天 我和老伴的老骨头仍然硬朗 我们要互相搀扶着 逛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方能弥补我们多年分居的缺憾 皆数语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父母辛辛苦苦地把儿女拉着长大 协助儿女们成家立业 原本以为终于可以想想轻浮 劳两口相携着过一过 闲庭信步的日子 但现实情形却往往是 儿女们再生了孩子之后 就以自己工作繁忙为理由 将孩子一股脑地扔给了父母 仿佛父母帮他们带孩子 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似的 更有甚者 在一些儿女众多的家庭 年迈的父母不得不过着分居的日子 他们一人带一个孩子 分别在不同的儿女家里 过着两地分离的生活 这样的日子 老两口一过就是很多年 一直望不到头 让老人看不到丝毫希望 让老人最为痛苦的事情 是他们辛辛苦苦地奋斗了大半生 到了晚年 却仍然要为了儿女奔忙 无法好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他们每天都奔忙于照顾孩子和家务的繁杂之中 将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儿孙 老人哪怕明知自己余生不长 和老伴相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却依然无私地为儿女们做着贡献 让老人最为痛心的事情 是儿女们不仅看不到自己的付出 还把老人的付出看成是理所应当 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老人的照顾 却全无孝顺老人地表示 这是老人最敢无奈的地方 故事 六十二岁老人自述 我有退休金和住房 再找老伴 只搭伙不领证 院区里的范姐今年六十二岁了 早已退休好多年 老伴已过世了很多年 自己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 女儿远嫁南方 在一家不错的公司 有份体面的工作 范姐的女儿一直想着 让她去南方一起居住养老 可范姐却只想在熟悉的地方养老过日子 范姐自己有五千多的退休金 有一套住房 还有一定的存款 她觉得自己一个人过日子就很好的 可前段时间 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范姐萌生了再找个伴的想法 可她却说 在找老伴 她只想搭伙过日子 不想领证再婚 下面我们来听听范姐的想法 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有退休金和住房 找老伴只搭伙不领证的呢 青素人 62岁的范姐我今年62岁 老伴过世十多年了 我把女儿拉扯大 读大学 研究生 结婚 都是我一个人操心 现在女儿也有自己的孩子 有奶奶带着 也不用我操心 我就是每年过年时 给发个红包 女儿特别地想让我跟着 她在南方一起生活 这样就可以跟着她居住养老了 可我舍不得这里 我在这里有熟悉的环境和好友 到个陌生地方 还要重新适应 女儿就想让我再找个伴一起过日子 可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再多出来一个人 我怕自己心累身累 前段时间 由于天气炎热 我的心脏不是特别地舒服 喘不过气来 我大半夜地给好友打电话 最后被他们夫妻送到了医院 经过这件事情后 好友和女儿更是劝我 再找个知心的伴伴 好友的老公给介绍了 他的朋友老赵 老赵的老伴去年因病过世 家里有房有车 还有一套门脸出租 老赵比我大三岁 儿子也早就结婚成家 孙子都上了初中 我们见过几面以后 彼此的感觉还算可以 老赵问我 要不要领证结婚 还是就一直搭伙过日子 我没有直接回答 我问他是怎么想的 老赵说 按常理来说 还是应该领证再婚的好 这样彼此都有个保障 可他儿子早就明确跟他谈过 只同意他找搭伙过日子的老伴 不接受领证再婚的后妈 我听老赵这样说 心里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 老赵的儿子 怕他再婚后的家里财产得不到合理安排 怕老赵领证再婚的老伴分家产 我觉得 老年人的找老伴过余生 领证再婚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契约 更是给彼此一份法律上的保护 可更多的时候 是女人没有经济能力和住房的情况下 这样要求 要不谁都怕多年后 自己的付出被辜负 我自己有退休金和住房 手里还有一定的存款 自己给自己养老不成问题 不需要依靠老年再婚提升 自己的生活质量 我同意了老赵的想法 我们在一起搭伙过日子 但前提还是要彼此之间有感情基础 如果只为搭伙过日子有个伴 没有真心相伴的感情 那么在一起也很难过好日子的 老赵把我们的事情跟他儿子说了 他儿子说没有意见 我也把我跟老赵的事情跟女儿说了 女儿却说这样好吗 不领证确实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可怎么感觉都很别扭 到时候真正需要老伴的照顾时 身边还是没有人 女儿说的这个事情 我也想过了 我跟老赵搭伙过日子 只是为了生活里有个人陪伴自己 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 有个人照顾 遇到突发事件 有人帮忙打电话 真正指望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让再婚老伴伺候的太少了 尤其是男人 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因为真的到那个时候 只能是请保姆 或者是去养老院 毕竟谁的老年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事情 还是自己想开些的好 我觉得两个人都有经济来源和住房 在彼此之间没有负担 不领证的好处 就是合得来就一起搭伴过日子 合不来就分手说再见 没有那么多牵扯和纠缠 这样做的好处 还可以让儿女放心 老人搭伙过日子 不会分走他家任何财产 也不用惦记老人被欺骗 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年岁 找个半能 一起相伴说话过日子就行 至于领证就算了 谁也不想给自己 以及儿女添麻烦找事情 结语 像范姐和老赵这样 自己有退休金和住房的老年人 很多人都是选择不领证 搭伙过日子 合则在一起 不合就彼此分开 没有任何牵扯和纠纷 其实老年人找老伴都是为了抵御生活里的寂寞孤独 一个人的日子确实太过孤单 看着别人夫妻成双结队的一起进出 心里难免会落寞孤寂 能够有个伴陪伴一起 那样就可以欣赏到最美西洋红 故事 六十七岁大爷 未与心仪女人搭伙 被女儿逼迫写遗嘱 结局太意外了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 父母角色是永不退场的 他们是家长 是权威 是儿女必须顺从和爱的对象 然而随着父母的年岁渐长 却把自己越活越卑微 在子女面前活得小心翼翼 有人说 那是没有钱的父母才会这样 因为他们期待着养儿防老 而手里有钱有房的父母 才不会活成子女的手下败将 可现实生活里 有很多的单身老人在找老伴时 首先遇到的阻力 就是来自子女的反对 他们甚至用不给养老来威胁父母屈服 让单身的父母孤独终老 社区里 六十七岁的高大爷说 老伴走了多年 如今 自己遇到对自己心仪的搭伙老伴 怎奈女儿极力反对 最后还下了通牒 想再找老伴搭伙 我必须先写下遗嘱 把房子过户到他名下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是高大爷做得过分了 还是女儿的要求太过了呢 我们来听高大爷是如何说的 青素人 六十七岁的高大爷 我是高大爷 今年六十七岁了 老伴过世五年了 女儿在外地成家生娃 我现在每月有五千退休工资 居住在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电梯房 我和老伴都是事业单位退休下来的 又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 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比较宽裕 老伴走了以后 我盘点了一下家里的财产 这套房子是卖了老伴父母的房子 我们又加了点钱全款买的 当时老伴写的他和女儿的名字 我手里的存款有一百多万 还有些理财产品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富裕又冷清 我也曾见过几个年岁差不多的单身女人 怎奈她们都只想跟我搭伙 还要我付出全部的生活费 最好每月再给几个零花钱 小十岁的单身女人 她只要求给她儿子首付套房子就行 我思量许久 觉得与其花这么多钱找个搭伙老伴 为啥不找再年轻些的 经过别人的介绍 我认识了四十六岁企业内退的小梅 她是离异多年 带着一个儿子生活 如今儿子再有一年就大学毕业了 小梅愿意跟我搭伙过日子 或者是领证再婚 她跟我说 人老了 不要太在乎物质的享受 要学会享受陪伴的快乐 把眼光放远些 别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双眼 看清谁对自己是真正的好 我觉得小梅不仅仅是年轻 还活得比较通透 我们相处了半年 她从不跟我提出什么零花钱啊 给她发红包啊 再就是帮扶她一起资助儿子啥的 小梅越是啥都不要 我越觉得她珍贵 可爱 值得我晚年依靠 当我把我想跟小梅在一起的事情告诉女儿后 我以为女儿会祝福我的晚年 终于有温暖的陪伴了 谁知 女儿第一句话就是 爸 你跟谁在一起都行 那是您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您必须先把身后事办清楚了 再去跟别人搭伙过日子 别给我以后添麻烦和纠缠 我不明白 女儿为啥会是这样说 女儿解释说 爸 您现在清楚 但对方比你小二十一岁 才比我大三岁 他有几根花花肠子 我比你看得清楚 没有利益的结合 谁愿意找你这样岁数的 真的是喜欢你的老人位 还是喜欢你邋遢的样子 我真不知道 女儿会把这些看得那么重 难得比他父亲晚年的幸福更重要吗 女儿很快就从外地回来了 她先是把小梅从我的家里赶走了 说这个家有三分之二属于她的 她不愿意让别人居住 女儿跟我说 爸 您想跟她在一起 也不是不可以 您先提前放弃这套房子 完全过户到我名下 再就是您和我妈的存款 你必须赚一半给我 那是我应该得到的 最后就是你先立下遗嘱 再找人搭伙过日子 或者领证再婚都随你高兴 女儿的一番话 气得我血压飙升 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孝之女呢 我还没死呢 女儿就过来给我讲这些 凭啥把房子过户到她名下 我只保留居住权 又凭啥把我和老伴的存款 分她一半呢 我还身体好好的 写什么遗嘱 女儿这不是咒我早死吗 我不听女儿解释 女儿给我发过来一份 关于小梅的简历 原来 小梅跟我撒谎了 她不仅没有工作 更不是退休人员 也没有儿子 而是一个专门靠跟男人 搭伙过日子 敛财的女人 只是小梅伪装得太好了 而且她也太会装绿茶了 很多单身老人觉得 小梅这样无欲无求 又年轻好看 能够全身心地照顾男人 会逐渐被她的温柔香拿下 一旦得手 小梅就消失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 为啥我总是听小梅的话 真的是被她洗脑了 觉得全世界只有她一个好女人 而我对她好 就是给钱 买东西 等我明白过来后 女儿还是要求我 最好提前把这些做了 房子过户给她 存款自己 留些续命钱 剩下的都转给她保管 否则到时候被欺骗完了 想追回来都是梦想 可是我还是不愿意 我怕女儿到时候翻脸不认账 我不就白忙活了一辈子 最后还要看女儿女婿的脸 过自己的晚年 缠心有话说 生活里是有小梅这样不劳而获的女人 但也要有心甘情愿上当的男人了 这就让人想到了苏大强 一个把年轻女保姆的话 当真爱的傻老头 若没有苏名誉 也许苏大强就被菜根花榨的不剩骨头了 其实 我认为 单身父母需要跟子女好好的交谈 有些时候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年岁大了 内心需要陪伴 所以会自动屏蔽不好的认知 等到真正上当了再懊悔就晚了 文章里的高大爷 可以听从女儿的建议 跟女儿之间写好协议 上升到有法律效果的协议 这样你也不必怕被欺骗 大不了就是你一个大活人而已 剩下的是你的退休工资 这些都是正常生活的必须 大家觉得高大爷应该听从女儿的要求吗 退休之后 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 往往是这三点 有一些老年人 他们在退休之后 拿着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 享受着悠闲的养老生活 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还有一些老年人 他们在退休之后 虽然每个月也是拿着按时到账的退休金 却整天愁眉苦脸的 将日子过成了愁大苦深的模样 同样是 这些退休老人 为什么他们的退休生活 却有着那么大的差距呢 皆因为以下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圈子的不同 有的退休老人 他们喜欢参加唱歌 跳舞 徒步和旅游等 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他们接触的全都是积极向上的圈子 这样的退休老人 每天都心情好好 身体被绑 有的退休老人 围绕在他们身边的 全部都是独有和久有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大吃大喝 通宵达旦地打麻将 这样的圈子 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没有半点好处 赵大伯和陈大伯 都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 赵大伯喜欢户外活动 经常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唱歌 徒步和郊游 日子过得别提有多开心了 心情好 身体自然好 陈大伯平日里不仅烟不离手 还经常和朋友们喝酒到深更半夜 然后通宵打麻将 输了钱就挤眼 赢了钱就欣喜若狂 陈大伯每天的心情 就像是过山车一样高低起伏 终于有一天 陈大伯倒在了麻将桌上 命是抢救回来了 却因为脑溢血的后遗症 导致后半生都要在床上度过 二 对家人的态度不同 有一些退休老人 他们认为退休后的生活太枯燥无聊 于是就悄悄地给自己找婚外的情人 意图给生活找一些乐子 他们这样的行为 最终会让自己的晚年幸福毁于一旦 杨阿姨在退休之后 迷上了跳交易舞 在跳舞的过程当中 认识了丧偶的老礼 还发展到情人的关系 这件事情最终被老伴发现 并且告诉了儿女们 自从这件丑事败露之后 杨阿姨在家里就颜面尽失 每天都在家人的冷眼中生活 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魏阿姨是一个非常顾家的女人 退休之后的她 每天都和老伴一起买菜做饭 饭后牵着手出门散步 两个人恩恩爱爱的 日子过得奇乐融融 让人羡慕不已 人到晚年 如果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 老年人才会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 如果家里每一位成员都不待见自己 每天都对自己冷眼相看 这样的老年人 晚年毫无幸福可言 三 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同 退休老人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同 晚年就会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重视身体健康的老年人 不仅可以异寿延年 还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 不重视身体健康的老年人 患重疾的概率大大增加 养老生活就会问题重重 孙大爷自从退休之后 就变得非常不爱动弹 能坐着绝不站着 能躺着绝不坐着 以前 孙大爷尚未退休的时候 由于工作的原因 经常活动 所以身体状况一直很好 退休之后的孙大爷 就再也懒得动弹 他认为自己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退了休 一定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他每天不是躺在床上 就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连门都懒得出 由于长期没有运动 他不仅得了严重的糖尿病 高血压和高血脂 还因为中风而导致偏瘫 晚年生活毫无质量可言 人到晚年 我们一定要重视 自己的身体健康 只有拥有一个好身体 我们才能够拥有美好的生活 如果没有了好身体 每天都忍受着病痛的煎熬 这样的晚年生活 堪称度日如年 接触于退休之后 我们有了更多的悠闲时光 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不做对自己有害的事情 我们要和阳光积极的人在一起 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而不是整天都烟酒不离手 通宵达旦地打麻将 那样的做法 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要善待家人 因为善待家人就是善待自己 人到晚年 亲情才是最值得我们守护的东西 人到晚年 如果失去了亲情的守护 这样的老年人 很难生活幸福 我们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了健康的身体 我们才能够无忧无虑地安享晚年 如果失去了健康的身体 明明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开开心心地度过 却因为病痛 不得不躺在病床上度日如年 想想都不甘心 从前不回头 往后不将就 这才是晚年最好的模样 故事 62岁大叔倾诉 我请老伴跟我一起享受 美好的退休生活 他却说 我做 退休生活是很多上班人的梦想 总觉得 退休后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不用整天忙碌着 就能够有钱到账了 然而 很多人最初退休的时候 想得很美好 现实生活却不尽如人意 有心态的因素 也有其他的因素 我们女性在50岁退休后 很多人会帮忙子女带娃 或者担负照顾家里老人的重任 而男性到了60岁退休后 会有种失落的感觉 因为此时子女的孩子也大些了 老人也不需要他照顾 家里有女人做家务 他们会突然发现 自己变得不再有存在感了 社区里62岁的苏大叔退休后 外孙女已经上小学了 双方老人也走了 家里的生活老伴打理得井井有条 他就想 趁着他们劳两口还腿脚利索 好好地享受一番退休的美好日子 然而 充满激情的苏大叔的各种享受生活 不仅不被老伴理解支持 还经常被老伴说成是做 这让苏大叔非常痛苦 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了 倾诉人 62岁的苏大叔 我今年62岁了 退休两年了 老伴比我小五岁 可他早已退休多年 我家是独生闺女 早已结婚生孩子了 如今我的外孙女 都已经上小学了 他们不准备要二胎 我们也不催生 所以他们年轻人吧 我只想好好地跟老伴 享受我们的退休生活 我老伴自从五十岁退休后 一直在忙碌着帮女儿带娃 照顾伺候老人 在他退休的这几年里 老伴真的好辛苦 如今外孙女长大了 也把老人送走了 我们就剩下过好自己的余生了 可老伴总是觉得 我不是享受生活 而是在做 我退休前是单位里的部门经理 经常出差应酬啥的 早就期盼着 能够痛快地享受生活了 尤其是以前为了打拼生活 与老伴之间的二人世界 过得很敷衍 我就想着 退休了 啥事也没有了 该是我和老伴好好享受 日子的时候了 我先给自己买了摄影装备 还在网上学习剪接技术 整天开车带着老伴去公园 或者郊区的农庄游玩 我给老伴拍摄视频 剪接好了发到网络上 看到很多人的点赞和夸奖 我的内心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可老伴却说 没人管闺女她们了 因为外孙女上学需要接送的 总是让孩子去吃小饭桌 她觉得不好 那我就收连点 周末的时候 带老伴出去游玩拍摄视频 老伴又嫌弃我 不该让她出现在网络里 身边有人看到我的视频后 会指着老伴说 这不是谁谁家的吗 老伴不愿跟我出去游玩拍视频了 还阻止我把家庭里的视频 发到网上 得不到老伴的支持和陪伴 我又开始跟着某音学习唱歌 我觉得我唱得很深情的 可老伴却说我是在家好 尤其是那天楼上的老哥敲门 跟我商量 能不能不在家里唱歌了 就为这个老伴又开始埋怨我 说我不知道安分地过日子 总是想些出奇的做法 我去广场公园里唱歌 结识了一帮年轻人 我感觉一下子 自己也年轻了好多 我经常跟年轻人在外面 玩到很晚才回去 老伴也不关心我是否吃饭了 啥时候回去啥的 我的内心又感觉被老伴 遗异气了似的 为这个老伴还埋怨我太矫情了 又不是年轻时候 我回来晚了 喝了酒的时候 他给我做醒酒汤 给我洗脚的 可我总觉得 人到老年了都退休了 老伴不该是围着我生活的吗 可老伴的重心 却在女儿一家人身上 这让我感觉自己被不重视了 我退休第二年 我想跟老伴来一次长途游玩 把以前我们想去 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转转 再看看哪里适合我们养老 再买套养老房的 我这个美好的退休生活计划 又遭到了老伴的反对 老伴说 如今的疫情总是反复 咱们还是应该老实在家待着的好 别给自己和他人找麻烦 可我却觉得出去旅游一趟 不至于这样吧 再说 我不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养老 做准备吗 走走看看 觉得哪里好 适合养老 就在那里买套养老房 既可以投资 又能给女儿留下 谁知 老伴却说我老糊涂了 退休后的投资 不是应该是稳健些的好 还想着再买房 风险太大了 还是存在银行保险 就为这个 老伴好几天不搭理我 还没收了我的社保工资卡 老伴对我说 以后按月给我零花钱 省得我手里 闲钱多了 就胡乱花了 老伴还说我现在还不糊涂 等到我糊涂了 还不知道能做出啥事来 我咋感觉自己退休后 不仅没有享受到 想象的美好生活 还处处被老伴管制了 内心的失落和存在感 越来越觉得严重了 我该咋办呢 我觉得苏大叔是位 很会生活的男人 也是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只是苏大叔不了解 他老伴而已 作为已经退休多年的女性 我们的重心往往是围着孩子和老人的 其实 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多数女人的做法和想法 觉得自己退休了 应该多帮扶一下子女 多陪伴老人 其实 退休后 多陪伴老人是对的 帮扶子女也是对的 但是 在帮扶子女的时候 要有个度 像苏大叔的外孙女都上学了 他老伴应该完全放手 让他女儿 他们自己过属于他们年轻人的日子 别再以他们的生活为重心了 苏大叔现在很迷茫 觉得老伴不理解和支持他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 我觉得是他们两个人的沟通和交流出现了问题 现在苏大叔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是跟老伴静下心来好好聊聊 毕竟未来的日子是他们两个人一起相伴而过 子女的日子就放手 让他们自己去过 苏大叔要让老伴知道 未来的养老生活里 老伴才是他最该放在首位的 而不是子女 其次 苏大叔要明白 如今老两口都退休了 没有资本和时间再去做大额资金的投资了 把养老前最好投资在一些稳健理财和银行储蓄里 才方便养老时的急用 因为房子一时半会儿不那么好变现的 最后就是苏大叔要在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里 考虑到老伴的爱好 最好有跟老伴相同的兴趣爱好 这样方便夫唱夫随地相伴一起 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适应不一时半会儿是适应不了的 尤其是以前工作上比较忙碌的老伴 他们的内心和心态有时真的比咱们女性要脆弱的 此时作为老伴应该多关心和体谅老伴的一场活动 多鼓励和表扬激励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多参与到老伴的爱好里 等到老伴真正适应了退休生活 那么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幸福快乐的老年生活 大家觉得呢 才六十岁的中年男人就早早入住养老院 他到底是怎么样想的 说到养老院 我们一般会觉得只有上了年纪 比如七至八十岁的老人 或者是不能自理 子女又不方便照顾的老人 才会选择去养老院养老 换句话来说 养老院就是当我们老到不行了 的确需要有人辅助生活了 才会去的 可是 最近我们小区 却发生一件怪事 才六十岁的小陈叔 就早早住进了养老院 这是顿时让很多人感到好奇 一个才刚刚退休 有子有女 并且身体还健壮的小陈叔 为啥就会这么想不开 早早就把自己关进养老院 过着养老生活 其中费钱不说 养老院的日子 养老院的日子也是很枯燥的 他怎么就能适应这种日子呢 甚至有人还觉得 小陈叔应该是脑子坏掉了 不过 进一步跟小陈叔了解情况后 才发现小陈叔进养老院 是另有隐情的 下面就来听听小陈叔的一番讲述 小陈叔 六十岁我今年六十岁 退休五年了 原本退休前 我是过得很幸福的 每天下班 有老伴给我做热汤热饭 晚上有老伴陪我散步和看电视 节假日我还可以和老伴一起到处旅行 不管我有什么爱好 他都会伴我左右 做我最坚实的后盾 而且我的一儿一女 也早早在大城市成家立业 不需要我操心什么 所以 我那时候过得很是自在和幸福 可是幸福的时光 却在我五十四岁那年 戛然而止 那时候 老伴莫名地头痛了十多天 不管吃什么药 都只能止得一时的疼痛 而治不了根本 后来 本想带他去大医院检查的 可还没去大城市看病 老伴就突发疾病去世了 老伴的离世 让我很心痛又很恐慌 因为往后的日子就剩我一个人生活了 对于被老伴伺候惯了的我来说 要我一个人生活 就如同荒野求生 没错 我啥也不会 老伴走后不到半年 家里就乱成贫民窟一样 每次有客人来 我都要提前叫钟点工过来收拾 后来 我整个人都颓废了一样 工作上也没有动力了 于是就选择提早内退 那时候也还不错 提早内退也拿到了八千元的退休金 可是 我却没有因为退休金的高低 而感到有多么高兴 毕竟钱再多 也只有我一个人过日子 这滋味很难受 大概煎熬三年后 我的好友就建议我再婚找个老伴 说家里还得有个女人 才会有家的气息 就这样 我在好友介绍了 认识了一位比我小五岁的阿珍 阿珍是一位很勤劳又很坚强的女人 早早就离异 自己一个人通过卖早点 养育女儿长大 如今 她的女儿早早远嫁 她就沦落到一个人租房独居 随后也有了再婚的念头 就这样 我和阿珍确定关系后 我整个人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很乱的男人 不管作息还是家庭环境 都是很乱的 可认识阿珍以后 她用她的勤劳和纯真 一点点把我带回了正常的生活中 每次阿珍来我家小聚 都会帮整理家务 时不时也会帮我做好吃的 阿珍的各种行为 都很像我过世的老伴 很温暖又很朴实 渐渐地我们从简单的朋友 慢慢变成了伴侣 后来经过半年多的恋爱 我发现我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阿珍 有一次阿珍半个月没来我家 我就格外思念她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 向阿珍大胆表白 要她嫁给我 结束这种恋爱关系 直接进入婚姻生活 并且我也承诺 结婚后不会再让她这么辛苦地去卖早点 每个月也会拿出两千元给她作为零用 还会给她买养老保险 让她老了也一样有养老金 阿珍在我的一番表白下 很快就答应了我 也很快地就住进了我的家 可是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儿子和女儿后 却遭到了反对 女儿说她不接受后老伴 儿子则说阿珍没退休金 也没房子 更没什么存款 典型的就图我的钱 才会跟我生活的 所以他们兄妹俩极力反对我 而儿子反对的态度很是激烈 看到我和阿珍一起住了 就大老远飞过来 把阿珍赶了出去 不管我怎么劝阻和发怒 儿子不顾一切 还指着我说 你要是再让他进来 就休怪我不客气 我知道儿子的脾气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我只好让阿珍到外面待几天 儿子一走 我又让阿珍回来住 并且我们俩就像打游击站一样 一到节日或者周末 我就会让阿珍去外面住 这样才不会让儿子发现 可是这样小心翼翼的生活 还是被儿子发现 有一次才周三 儿子一大早就突然跑回家 把我和阿珍抓个正着 那时的儿子 简直就是个恶霸一样 直接把阿珍拽到门口 阿珍不走 就被他拳打脚踢 那时阿珍被打得鼻青脸肿 很多左邻右舍都轰动了 我为了儿子收手 极力地挡在阿珍前面 可还是挡不住儿子的怒火 打不到阿珍 就用东西砸他 儿子也不顾我的老脸 当着很多邻居的面 说阿珍是个狐狸精 没钱没房子就来勾搭我 还说阿珍就是来霸占我房子和存款的 当时我真的丢脸又丢人 直接抱住儿子的腿 一边不让他打人 一边哭着求他放过阿珍 好在左邻右舍来帮忙劝家 儿子也意识到了面子问题 就收了手 但是他手势停止打人了 可嘴还是一个劲地责骂阿珍 扬言说 只要看见阿珍跟我在一起 就会把抓来打 家里不能住了 我就带着阿珍去了外面住 那天晚上 我看着满脸是伤的阿珍 心里很不适滋味 总感觉对不住阿珍 可不管我怎么安慰和道歉 阿珍却始终不怪我 并且还跟我说 不管我儿子对他怎样 他始终都会爱着我 不会有任何怨言 我也知道阿珍是个好女人 我也相信她不是来图我的钱财的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跟阿珍结婚到底 为了我们后半生的幸福 我想了很多办法 首先我想和阿珍一起去外面租房子 但是城市太小 到处都是熟人 儿子又很快会找上门来 后来 我又想到去阿珍的女儿家居住 但是知道阿珍的女儿家过得不是很好 我们又不敢去叨扰 直到最后 我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 那就是一起去养老院 在我们这边的郊区山里 有个半封闭的养老院 在那里也没有我认识的人和认识我的人 是一个极佳的居住场所 为了打消儿子的疑虑 我就跟儿子撒谎 说跟阿珍分手了 但我一个人很孤独 不习惯 就想去养老院早点养老 一开始 儿子是很反对的 说我孤独可以跟他一起生活 但是我很直接地说 跟他一起生活 怕自己会胡思乱想 然后又去找老伴 就这样 儿子以为我醒悟了 就答应了我 没过多久 我和阿珍就去了那间半封闭的养老院 因为我们都是正常能自理的人 所以我只花了七千元 就入住了一个单间 虽然每个月才八千元退休金的我 扣掉这七千元 只剩一千多零用 但是我和阿珍却觉得十分足够 毕竟在养老院里 吃喝住行都包了 根本不需要怎么花钱 山东宾州 农村老人免费入住村办 老年公寓乐享晚年 可能有人会说 如果我们生病了怎么办 这一千元肯定不够的 其实这点我也没有担心 首先我来到养老院后 就把房子拿去出租 每个月都有一千八百元的租金 其次 我和阿珍有医保 最后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 也攒了二至三十万 如今我和阿珍在养老院住了半年多了 没有儿子的骚扰 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幸福 一日三餐有人做 房间卫生 还有人专门打理 而我和阿珍呢 每天不是看电视 就是运动 打球啊 跑步啊 或者跟着一群老大姐们 跳广场舞 时不时这里面 还会搞什么交易舞会 唱歌晚会啥的 很丰富很快乐 即使儿子知道 我和阿珍一起在养老院 他拿我没办法了 毕竟养老院可不是在家 而且这又是个大型的养老院 安保很多 尽管儿子来这里闹 没动手就可能被抓出去了 就这样 养老院就成了 我和阿珍最美好的安居之所 我们一边恩恩爱爱过日子 一边提前养老 真的很自在很幸福 结语 其实每个人都有追求 幸福生活的权利 尤其是晚年单身的人群 他们单身 已经是很不幸的事情了 而且晚年会再婚的老人 也无非是想找个依靠 和找个伴侣 来度过漫长的余生时光 所以这一点希望作为子女的 要表示支持和认可 而我们也不能老是考虑到老人的利益问题 在一些时候 还是要多关心老人的身心健康 和精神生活的 要记住 人老了 活得开开心心 身体才会健康 而老人身体好 就是子女的福气 你们说是不是呢 Chang 凯 冲